没看到这个飞车抢劫啊 这个抢匪到底在想什么 他在彰化市的时候行抢 然后落网了 警方就跟他讲说 你不可以在彰化行抢哦 没想到呢 他没有停下来 他竟然还继续的飞车抢劫 而且他认为说 这次他不是在彰化市 是在南投县啊 戴上戒具走到荒郊野外 警方带着诚信嫌犯找证据 因为他涉及飞车抢夺 得手之后就会把 不要的东西全丢进 讨从里 你会还是我看还有吗 他说等两个咧 两个 你等两个哦 狡猾嫌犯又落网了 这一回他飞车抢劫 落单女子 和自己的八年前的犯罪手法 一模一样 包括被害人的皮甲证件 还有现金信用卡 嫌犯抢到手之后 拿去买毒品 也想用来过好年 别人见解率非常的高 所以他看了之后 觉得心生畏惧 所以就往比较偏僻的 乡区去勤抢 曾经嫌犯八年前 在彰化市抢劫落网 当年警方告诫 他不准在彰化行抢 没想到八年后 嫌犯跨区道 芬原乡又骑车抢劫 搞不清楚 芬原也在彰化境内 他以前我联系追他 追了十八天 没有睡觉 因为他算是一个 算是一个蛮棘手的抢贤 他一直要抢到 他落网 他才不会再抢 狡猾嫌犯老爱骑车 飞车抢劫女孩子 警方要他别在彰化抢 意思就是希望他改邪归正 结果自以为的跨区 抢劫就没事了 最后还是在彰化犯罪 被同一名援警 抓爆逮捕 终于西部城门会讲话 采访不到